有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现在啊 无论种番茄种西瓜种矿瓜 都是采用无土栽培这个栽培方法去种植 可能很多人又问了 这个你用无土栽培这块 比土壤栽培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无土栽培实际上优势还比较多呢 第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肥料的利用率会显重提升 一般土壤栽培这块肥料利用率只有30%左右 那么剩下的70%呢 就是随着我们的水啊就渗入到土壤那中去了 适用到土壤当中去以后呢 然后呢它对土壤会造成一些破坏 原子化实际上就是这个肥料啊 在土壤当中啊一个沉积的一个现象啊 同时呢造成了一个土壤的板结啊 啊这个土传变害啊这样的一个增加啊 然后导致这个栽培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无土栽培这块肥料的利用率非常高的 几乎能达到80%还是90%啊 这样的一个量 因为它是一个线根栽培 它就在这么一个小袋里面 或者这么宽在一个种植草里面去 你浇水这个频次呢又比较高 所以说它这个肥料呢 它就不可能沉积在这个机制当中去 而是有多少肥料啊 基本上吸收多少肥料 所以肥料利用力比较高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能有效的解决这个虫茶病害 我们这些茶好比中了西瓜 那么第二茶我们下一茶还中西瓜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就会受到这个虫茶的危害了 但是通过无素栽培这些话呢 我们在换茶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水这些话呢 去处理我们这个机制 处理好以后呢 基本上就不会产生一个虫茶的一个危害 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通过无素栽培这些话 我们可以可以达到一个科学的施肥的一个配方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浇水的时候都带肥料 就是薄肥浸湿嘛 这样的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根据作物生长期的不同 我们配方呢 进行一些调整 就是说在作物最需要什么的时候 我们给它补充什么样的东西 需要多少量的时候 我们补充多少量 达到一个科学精准的一个施肥 另外一个就是无素栽培的投入成本 现在是越来越低了 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就是低于你土壤种植的一个成本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利用无素栽培这些话 更容易去赚到钱 还有一个呢 就目前制约这无素栽培呢 原因呢 主要是大家对这无素栽培不熟悉 担心门槛过高 自己能不能种植 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呢 这不是它在这个水肥管理上有区别 另外呢 在田间管理这些话 制宝方面管理这些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只要你有点基础知识 稍微了解一下以后 自己都不能去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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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